比赛规则 每队各派一名选手坐上分贝飘移台 以规定主题比拼音量 利用音量大小将蛋糕推到对方脸上者即可获胜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分贝飘移 这是一个比嗓门的游戏 谁嗓子大谁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游戏的胜利 没错 那第一轮我们派谁出马 就派两位 我来帮你做生日了 辣椒还不可以吃 既然这个队长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就是派出两队队长来好了 两队队长 那么每一次喊都要有个内容 那两队队长出来 我们这次喊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因人而异 像这个黄文豪 你们这张演都是古装吗 对 新工具里面大侠 演皇上 这些台词啊 这些底下人常跟你报告什么事 你常说什么话 这个我比较专业 没问题 您您先等一下 我们按照级别高低来的 您是太监了 等一下 先把眼皇上的问完 皇上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插话的 推出我们斩首 笑得不敢 请饶辱我吧 那淹掉 不不不 重大 重则四十大百 重大四十大百 这都是档上说的嘛 那时候 皇官 比较正面的嘛 要像当年他这么一说的话 他先被拉出去斩了 哦 前面得先说 奉天承运 皇帝照 推出我们斩首 那是太监说了 有经验的 两位队长来请就位 我就身先士足了 好 尤其我们的赵老师 黄老师 各就各位 这一轮我们要比的主题 那就是宫廷用语 好了 马上开始 就会今天第一轮的分贝考仪 Ready Go 黄生 黄生 XXX 干费 黄生吃饭了 黄生吃饭了 黄生要抬头了 黄生要睡家了 黄生要抬头了 黄生又要吃饭了 黄生冰胀很困的 黄生嫁头了 黄生要杀人了 黄生要杀人了 黄生酷了你祖定啊 黄生要住 皇上要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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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 我觉得这个做太监 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经不错了 我现在发现皇上平常讲的话 没有太监多 对啊 皇上要唱卡拉OK 皇上要唱卡拉OK 皇上要唱歌 皇上又要吃饭了 刚刚我们细细一算 您这个太监应该伺候了三朝皇帝了 吃了饭就驾风 驾了朋友就吃饭了 这是皇上平常的朝政 第一轮我们先宣布成绩 第一轮的这个优先排序权 是由照亮火车来攻击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决定第二轮游戏的优先选择权了 对 来 皇上好这边 你们派谁 你们先输了吧 派哪个复仇 我们这有小田亮你看看 哎 小田亮 有明星点 明星点 田亮 漂亮 小沈龙啊 听我的把它拿下 好啊 所以这边派出了小沈龙 小沈龙 那这一轮他们互夸的内容是什么 呃呃 就是夸自己好了 夸自己啊 对 夸自己 那个是不是显得脸皮会有点厚呢 是啊 没有 没事啊 这个就是要脸皮厚 要把这个优点给秀出来 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分贝漂移 Ready Go 你说啊 说话说话说话 哎呀妈呀 说话说话 你说不来了 咋的太难看了 咋的就像是黑白了 我比他咋的好看 我像东西看你我的话 我像陈若米田姐 我像苏比尔 哎呀妈呀 这句就是声音 我会唱美声 我会唱女主 他长得像谁呢 就像那个江南齿锅里边的客人 哎呀 小小的玩意 你输了 他长得一场 你输了 你输了 我会唱 你输了 咋的脸上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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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你输了 衝源 categories 哎呀 很厉害 直接一下有一些 趁着要迫 吹氧 很秦 直升後 了解 她的眼睛 Imm Janet 她本來真的很有紅 她本來 这个赌裁已经准备给黄牌了 我世界南高也没费这么大劲呢 哎呦天啊 这是玩命啊这是 恭喜黄文豪这队 恭喜你们 享有了这一轮第二轮游戏的选择权 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轮了 对好吗 要把最强的给拿出来 上哥们上 太吃了大家伙 我们一定会赢了对不对 有信心 对不对 哎加油 所以两边啊都不愿意同地把自己的大块头给拍出来 海拔最高 他们两个好朋友 不需要一边平常上来说话吗 他住我出下面下铺 下铺 哦一个对的 一个对的 所以可能有很多心结 或者他缺点 他爱打扑放屁啊晚上 磨牙流口水 还杀尿还流到他身上 这么大一尿巢 所以你说不是冤家不举手 所以今天你要让他们俩把平时容忍不了的 今天统统释放出来 有的时候啊 男人把这个说开了 就没事了 哎呀 所以您只要把我们这里改成一个人间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 这两位啊 帅哥挺了 长得高大挺拔啊 对对对 又是最上下铺的 你们觉得谁会赢 谁会赢 谁会赢 还是谁会赢 车顺 车顺 展望 展望 车顺 哎哎哎 你们有朋友喊车展 你们来看车展 对对 这两个家刚好车展 哎 是是是 好了啊 现在秦良队队员就位 准备 马上进入短幕这一轮的奋备飘移 Ready Go 哦 帅哥 车成了不勝 车 圈梁 你需要俩 你穿到 过后 你用小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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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正中体重全正中 吴赵宏昌小春 小春小春 他追不完 他追我的摩托车 不许我加油 他追我的摩托车 哇真的 东台你知道吗 刚才我真的是刺耳倾听半天 我实在是没有听听他说什么 只听到一个字 臭臭臭 这张游戏最残忍的就是说 他们把他们身上所有的缺点 倉巴全讲出来了 这是为了我们的游戏 为了争夺这一轮的游戏选择权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恭喜第三个游戏的选择权由 赵良队获得 恭喜 低调 语言们一定要低调 也就只有这个单元当中 你们来好好思考一下 以后还要不要睡上下铺 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这个 这个争夺 用线选择权的游戏分别票已经结束了 对 在这里呢 马上我们即将开始到非常精彩激烈的游戏比赢 在此之前 我们要提醒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要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错 移动联通用户发送到10668001751 电信用户发送到106680011 是是是 那如果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有机会获得好想购为您送出的两台笔记本电脑 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周获得笔记本电脑的观众 接下来的游戏里 女特警伸手矫健 专业运动员动作敏捷 女主播被董裁判无情拒绝 我是个已婚的人啊 你不要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液冰红茶 原液绿茶 喝了你就不想换 原液挑战你的选择 前方有情况 等等 喝冰红茶 我可要推荐你原液 原液冰红茶 原液绿茶 百分百用真正茶叶泡制 释放鲜爽茶